在日本买房,有两个选择,一个是买城市里的公寓,或者是买周边线的别墅,二者价格差不多,途中这幢楼,立位于东京的板桥区,房子的位置非常好,附近就有地铁,非常适合上班出行,突围其中一房子平面图,房子很小,室内砖有面积只有30平米,因为是二手房,房子卖价2480万日元,和人民币。 149万左右,包含精装修和家电,突围房子内部,刚刚装修完,狠心,浴室,洗漱,卫生间三处都是独立的,互相不兼有,房子虽小,但这三个部分日本人很重视,也是最用心的,马桶是智能型的,突围走廊一侧的除灶,屋子只有一个房间,外加一个大阳台,突围房间里的衣柜和杂物柜,突围屋子外部是也很开阔, 对于日本来说,这样房子只需要一人7年左右工资就可以买下来,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租房。